好了 股市開始步入2月份 亦很快就到了農曆的新年 到底農曆新年後的市會怎樣行 或者簡單說2月份的市應該怎樣做 這個可能是大家最關心的一個問題 不妨要看回歷史 為何這樣說呢 因為整個浪跌的起步點是2023年1月27日的高位 22,700一路輾轉反覆 跌到2024年1月22日的低位 14,794 跌了差不多52個星期 累積的跌幅有7,906點 現在正處於一個中期大型跌狼之後的 技術上的反彈之中 不過 大家看看 由1月22日開始的低位 14,794點的反彈 直到現在這一分鐘 最高最高的指數仍然是1月29日的16,258點 就是說 經過了7,906點一年的下跌之後 市場反彈了6天 累積的升幅只是1,464點 如果你問我 我覺得 這個反彈的週期是真的短的 不可能跌了一年 反彈了6天 對吧 換句話來說 其實整個反彈應該是有條件延續下去的 甚至橫跨2月份 只要由1月22日開始的反彈 不用多3至4個星期 已經可以去到2月的下旬了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一個推論而已 但是 期間來說 市場的氣氛仍然是很保守 因為A股真的不爭氣 好像在沽壓主導之下 在2月2日上證指導 一度低見2,666點 雖然之後回上去 將跌幅收窄 但是始終創了2,666點的低位 亦都令到港股稍微有少許反覆 到底A股弱還是港股弱呢 如果看情況A股真的很弱 但是如果你拉扯一點看 其實港股比A股更弱 為什麼呢 記得2020年當年發生什麼事 冠狀疫情爆發 當年的恆生指數 是由1月20日的高位29,174 跌到當年3月19日的低位21,139 大家都記得 但是你記不記得 當年2020年3月19日 香港恆子低見21,139 A股是多少呢 A股是2,646點 2,646點 好了 直至到2月2日為止計 A股最低都是2,666點 仍然高於3月19日 2020年3月19日的低位 高出20點 但是港股呢 港股呢 港股就低見1萬5,6 簡單來說 相對當年的21,139 是足足跌多了25% 如果用這個角度來說呢 港股不單止弱 是相當相當至弱 這個也引證了整個大市 根本上一直都處於紅市三期的底部 好了 撇除了這一點 不要說了 2月份應該怎樣行 事實上要看看形態 直到現在這一分鐘 我做了一個分析 都仍然未收市 但是暫時來說 2月份只過了兩個交易 最低的指數是2月1日的15,434 而最高的指數暫時來說 就是2月2日早市的15,912 簡單來說 善低後高 只要這個善低後高的形態不變的話 是有利於農曆新年之後的市 可以作進一步的退升 事實上一個月的高低位 是不可能同時出現在 兩個交易天之內 加上478點波幅 也不可能滿足整個月的要求 問題就是 有沒有一個持續進一步反彈的躍印 大家記得嗎 上個星期 市傳 中國當局好像正在籌集 2億的人民幣 去提振A股 當時市場都是購買的 但後期來說 好像沒甚麼再聽到 我不管你怎樣也好 我就當你空月來風 未必無因 但始終這也是一個後抽的躍印 假設真的有這筆資金作一個提振的話 A股上升2800、2900 甚至乎3000點的機會是有的 因為一旦有買盤 一雲集一推的時間 總是有些資金跟著 不過 跟不得太多了 因為實際上實體經濟真是弱的 可能你推高了之後 是另一個逃生門的感覺 但無論怎樣也好 真的有這動作的話 對港股來說 都有一個提振的效應 促成了市房就進一步退升 現在恒指 直到現在我跟大家談這一分鐘 是15600左右的水平 即是說嚴格來說 是走在所有平均移動線之下 而所有平均移動線的排列 亦都是倒墜的模式 奇怪 為何我一直都要拿移動線來作分析 因為大市能否走上去 首先要看恒指能否回到10和20天線之上 10天線現在在15679點左右 20天線在15796點左右 簡單來說 如果恒指能否回到10和20天線上 肯定一定有機會向上挑戰 今天暫時的高位15912點 如果能過得到的不用說 目標一定是直至1月29日高的16259 因為一旦突破了16258點 16258線 代表整個反彈開始出現一浪高一浪的形態 很簡單 指數由1月22日的低位14794 先行反彈到1月29日的高位16258 繼而跌回到1月31日的低位15411 然後在15411再向上行 能否突破16258點就很關鍵 能過得到的 就一浪高一浪 過不了的情況就不是那麼理想的 這個大家要明白 所以一定要先看行指能否收復10和20天線之上 另外還要看成交金額 早過星期四星期五成交金額有1300多億 動力方面是足夠的 但跟隨而那個星期 除了星期一有101億之外 絕大部份交易圈都只有900多億 即是市的動力不夠 我都明白的 因為現在的市場 本身的實體經濟 就是事實上真的不是太過理想 其實有很多股份 出現急插例 例如若明系的股份 有些跌了30、40甚至50% 在這樣的氣氛 在這樣的氛圍之下 資金入市的態度一定是保守的 所以就算在二月份的市能夠盡一步吹升 都只是紅市三期底部的反彈 我真的再說一次 大家入市真的要保守 真的要跟風的 勢住玩笑 沒有相關 輸贏都要計數 最重要的是甚麼 那個絕本是留在手 我始終認為最重要的 都是盡量保留現金 在看不通的情況之下 現金仍然都是為禍 就算市反彈 說到尾都是紅市三期的反彈 不是牛市的開始 這點大家一定要留意 所以知道